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二百五十四面,二百五十四面,第五行,从这个注节, 第九段看起。 用力捉换。 这是原学经上一段很重要的开始, 教给我们修学的诀窍。 经中所说,跟《金刚经》上讲的一丝完全相同, 所以可以把它用来互相诠释。 也就是以原觉性来解释《金刚经》。 用《金刚经》来解释《原觉经》。 这个意思格外的明显。 可是这个境界很高, 真正能够用得上, 当然是很好了, 就怕的是用不上。 实在用不上, 那就老实念佛。 知患即离, 什么是患? 《金刚经》。 《金刚经》上讲的透尺。 最近这几次, 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但微臣是幻望, 不是实在的。 世界也是假的。 说明了, 著法空相。 大臣佛法里面常识, 万法皆空。 这句话, 可以说呢, 已经变成佛门的口头禅了。 怎么个空法, 也很少人去顾问它。 空不了, 就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经上呢, 跟我们说得明白了。 确确实实是空相。 我们说, 相有体无啊。 相有体无啊。 这是如来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 是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不可得。 外面的境界是空的。 宽有。 假有。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里面呢? 里面我们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 能够记忆的。 这我们叫做心。 能执着的。 能执着的。 在经上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也是空的。 身心。 世界。 都是空相。 都不是真实的。 这叫幻。 这个意思不能再细说了。 前面一直讲下来, 讲得很详细, 很透彻。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用般若观照的功夫。 这他讲得很清楚。 心深薄弱。 薄弱没多事。 这是用薄弱的观照。 照尽无韵皆空。 无韵。 无韵包括四处世界一切。 有情无情。 我们今天讲的。 动无知无矿。 都超越不了无韵的范围。 无韵皆空。 于是他度一切苦恶。 一切苦恶是什么? 不止三苦八苦。 不止。 六道轮回没有了。 是法界也没有了。 六道十几。 都是苦恶。 都是苦恶。 他能够超越。 超越到哪里去呢? 到一真法界去。 菩萨诸一真法界。 他为什么能着急? 为什么能度一切苦呢? 那就是原觉经善讲的。 知欢激励。 他明白了。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马上就放下了。 离就是放下了。 离不是离开这个境界。 主要记住了。 心里面再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 心里面再也不把身心、世界挂在心上了。 心里。 心真的离了。 离得彻底。 离得究竟。 为什么说离得彻底而究竟呢? 因为它知欢。 这四个字。 知欢是开悟。 大吃大悟。 截梁,离是公佛。 离是放下了。 工佛。 工佛就圆满了。 不足方便 直接了当 这地区是宗门里面所谓上上耿人 禅宗六族惠能大死 戒淫的对象就是这一类的更新 上上更新的人 罹患即觉 刚才说 觉是这个地方的觉是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有没有次第呢 没有 这叫做云盆大法 所以这个金的名字叫云绝金 云是旧金圆满 没有次第 花言经上告诉我们 在修正的形象上来观察 有次第有圆容 中下根人 修学正果有次第 像经上讲的 识心 识柱 识行 识回向 这是有次第 上上上成人 没有次第 直至于равствskipper 没有次第 叫作圆仲 圆仲不爱次第 四弟不爱圆仲 这就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 这个讲堂是在五层楼 从楼梯上一击一击上来 那叫次第 那个坐电梯上来的时候就没有次第了 那就圆什么了 但是你要晓得 你坐电梯上来的时候 那个电梯还是一击一击都经过了 所以行不跟圆融是一不是二了 这是华言上说的诸位从真的体会他的意思 圆融里面有次第 次第里面有圆融 那么这是历欢机局 问题呢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 这是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 这越讲越精彩 重要的意思都在乎 我们在讲堂上看 同修们的福报不一样啊 你看讲前面 没有讲到这么深 没有讲到这么重要的地方 我们这个讲堂这一层跟底下一层都做满了 现在讲到最重要的 人只剩下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福报啊 他只有那么大的福报 只能听那么多 再听到究竟圆满 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依赖 这个录像带录音带啊 这样呢 他还可以拿回家去听 但是听就是听录像带 也没有在现场听的 影像来的深刻 那个时候不得已 所以我们一看 真正有福报的人不懂 这个福德不居足的人呢 还是占大多数啊 所以实在讲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这两句话 知患即利 利患即绝 顶重要的就是这两句话 跟《金刚经》上讲的意趣 完全相同 一切菩萨 即默示众生 菩萨当然没有问题啊 让我们生起疑惑的 默示众生 这个末发实际的众生行吗 原则事业不如大惊 这个经义 这个经义跟《楠言经》非常接近 但是它有相当的深度 那么虽然有相当深度 如果我们有金刚剥落的基础 去设立这些原教的疗异经典就不难 那《金刚经》的确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那个默示众生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正如同须佛提尊者 在这部经上所问的 五五百年之后 还有没有人能够相信 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 那么世尊为我们解释的很清楚 不要说是 现代 再往后去 我们知道世尊的末发一万年了 这才过一千年了 后面还有九千年了 九千年之后 有没有人能够 还是有人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还有人相信 还有人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呢 这些人 善根佛的身后 不是普通人 这是佛在大臣经上常常说的 金刚经上也说 这不是凡夫 九千年之后 九千年之后 他就种植善根佛德 善根佛德非常深厚之人 善根佛德这么深厚 他为什么不争果呢 孩子当凡夫 实在讲 这个话问得很好 问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把热卡 我们无量借来 你看看那个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二十二王子 曾经供养 四百亿佛 四百亿佛 诸位想想 那要经过多长的时间 就算是每一尊佛出世 你都碰到 实在讲 没有那么好运的人 哪有那么巧 佛一出世 你就碰上 不见得是 每一尊佛出世 你碰上 但是你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 四百亿佛 无量借 这样深厚的善根 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经典 僧怀其心 但是诸位要想 没有这样深厚的人 这么善根深厚的人 纵然听到了 有机会闻到佛法了 心不坚定 不能够依教奉行 不坚定 如果要是念佛往真 那他的善根福德 比这个还要深厚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二十二王子 这是曾经供养 四百亿佛 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无量寿经 动了个念头 希望自己将来成佛 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就动这么个念头 还没有动念头 我要发心 念佛往生 没发这个心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 你一套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援 得神比过 那个善根少 少到什么程度 供养四百亿佛的善根 多少 你才晓得 修净土法门的人 不可思议 修净土法门的人 决心这一生当中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这个决心下下去 再不退转了 这个人就是菩萨 绝对不是凡夫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上讲的 那么我们今天 在这个金刚经上 我们知道幻 能执着的 心三心不可得 所执着的一切法 法是因缘所生 当体借空了不可得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幻了 不但佛是这么说的 近代西方科学家 也是这么说的 他的说法 跟佛在经典上讲的 已经相当接近 可以说我们知了 现在问题呢 知是知了 没离啊 如果你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讲堂里面 你这一听马上就离啊 那就恭喜你啊 你当下就正果了 你立刻就成佛了 古人所讲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个话不假了 你想不想成佛 想成佛 离了你马上就成佛了 当然这个佛不是究竟圆满佛 但是确确实实是 《金刚经》上所讲的 祝福如来 语言叫初祝菩萨 就是祝福如来啊 你真的是成佛 不是假的 这个问题 你肯不肯离 也就是 你肯不肯放下 放下就是啊 罹患几句 那么这是说明 大臣了一经的理论与方法 乃至于古正末法时期的众生也有份 不要低估了自己 但是也不可以抬高自己 抬高自己是功高过慢 低估了自己 显得自己太懦弱无能了 这都不行 都不能成就 要明理 要方向 实在不能完全放下 那我们就走次第 这个愿容没有法子走次第 次第是逐渐逐渐放下 譬如诸位 我们还拿这个比喻来说 你们从一楼到五楼来 你们从台阶一步一步上来 你踏到第二层 你一定选第一层 你放下 你放下第二层 你才能到第三层 放下第三层 你才能到第四层 四层也放下了 你才能到第五层 你不放下 那你就等不到啊 一定要放下 这个次第是慢慢地放 先把身外之物放下 这个放下跟诸位说 最要紧是从心理上放下 我不再叛远了 我每天三餐饭 能吃得饱 能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住 就很好了 不要再贪求 再奢求 那个奢求是放不下的 希望生活越过越简单 那你就是越放越多 越放下的多 你就越自在 为什么呢 你那个心理负担少啊 压力少啊 贪而无厌的人 心理负担沉重啊 压力很重啊 那就不自在了 烦恼重重啊 能放下的人 烦恼少了 烦恼清智慧就增长 所以他的生活 人家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真正是高人啊 一般凡夫是生活在烦恼里面啊 苦不堪言啊 这些四根理 都要好好去想想 我们讲一讲的很简单 讲了你也点头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什么原因呢 没想通啊 果然想通啊 你就真的放下了 放下去 明心见心 一丝修行 如是奈能 永利诸幻 刚才讲了 三界六道十华界 都是幻的 所以称之为祝幻 三界六道从哪里来的 也要清楚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不肯放下 这是佛在经常 真理讲得很圆满 很透彻 舍法界 是从妄想里面生的 大妄想 其分别 这就有舍法界了 六道从哪里来的呢 六道是舍法界里面 一个部分 执着了 所以佛在华言上说 一切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真的的是什么 一真法界 真如本性 你不能真的 原因就是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那还有一些人 你有妄想呢 他死不承认 我没有妄想 他没有妄想 他没有妄想 你怎么会生在六道里 不但你有妄想 你还有执着了 你要是只有妄想 没有执着 那你今天应该是 摩罗汉菩萨佛 你在四圣法界 你不应该在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面的人 不但有妄想 还有严重的执着 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 不承认不行 承认 我有病 我晓得有病 还有救 他还会去找医生 找大夫 要去治病 有病不晓得自己有病 不承认自己有病 到病一发的时候 那就没救了 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妄想执着 通通放下了 这就是罹患 那就这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舍法界 我们反复 地的确学 有超越舍法界的机会 佛法讲 语言分 语言 很重要 你看 弥陀经上讲的 善根福德 应援 语言分 可以要讲 纵然你有善根福德 如果你这一生 没有机会 没有遇到 经中的经典 没有遇到 金刚经 没有遇到 原觉经 那你真的是 没法死 纵然遇到了 遇到什么 不懂 会念经 不懂经义 没用处 为什么呢 他提不起 修行的功夫 这功夫的观照 提不起观照功夫 所以经要解义 你看将军师在这个讲义里头 说了多少次 不但要解义 要语言解义 要解得透彻 解得圆满 然后你才知道怎么用功 不但你晓得怎么用功 你还会知道 非这样用功不可 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语言非常重要 此段经文 正是此经著究 此为一朝直如 云顿要闻 一切法门 无方便于此者 这个话讲的没错 理上讲的 确确实实如实 但是这样根性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 佛教传到中国来 是公元67年 今年是1996年 将近两千年当中 佛教室里头记载的只有一个人 唐朝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只有这一个 他地区 置换即利 利换即举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 就没有再看到第二个人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 如果说是值得不够彻底 这地区可能 不能完全放下 这个是这样的大多数 没有这么直接了当的 宗门里面的人物 有设计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 民心见心的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不少 禅宗里面 仅得传灯录 五灯会员里面所记载 但是像慧能大师这样的 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他真的是置换即利 利换即举 所以能大师给我们做进阵 我方必留于此阵 这个净土念好往生 也比不上他 也没有他这么直接了当 这个话全是真 一点都不假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抱住净土 原因就是我们放不下 我们离不开 这个没有办法了 全身靠到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帮忙了 我们只好走这个路 而实在说 纵然你能够知换即利 力换即举 圣方祝福 还是劝你念佛往生 其乐世界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你看看 文书菩萱 无量寿经上 第二篇前面列点 行后等十六阵子 那十六阵子是等于菩萨 那不是普通人了 他们的古阵跟文书菩萱没有远量 跟观音失智完全相同 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 时间速短 你就像此理讲的 确实一切法门没有比这个更方便 知换即举 低换即举 语言叫出度菩萨 你要想成佛 还要修三大二十七节 如果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小节的时间都不需要 太快了 这是说明为什么圣方等救菩萨 还要念佛求生 极乐世界 江伟农居士一生研究《金刚经》了 他这一本《金刚经》讲义 四十年的心得报告 他真的透彻明了 他老人家念阿弥陀佛求生解徒 真正透彻了 一定是这么做法 佛说一句法 包含五量意 可作种种景 故为之圆满 为什么 佛说一句法 含五量意 不但是 大臣 了意经 字字句句 含五量意 小臣 方等 是不是也是这样 佛说 也是这样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都是这样 因为世尊 字字句句 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它不是从分别妄想里头流出来的 我们世界的凡夫 文章写得再好 书做得再好 都是不了意的 为什么呢 从思维 想象 思考里面 流出来 在佛法里面 意识心里流出来的 八识心里 而诸佛菩萨 而诸佛菩萨 转霸是 成四智 四智就是 真如本性 所以 字字句句 流出来的 与源头不一样 根源不相同 一个是从自信里流掉 一个是从意识里流掉 那怎么会一样 那怎么会一样 摄心里面流出来的 就有分别 有知识 那个意思有尽 佛的经典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 意思无有穷尽 所以它还无量也 所以能做种种解 这个是 特别是学教 学经教的 不能不知道 佛经 我常说 佛经没有意思 佛经不能讲解 这个在前面 都详细跟大家报告过 佛经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说 佛不但无有病法可说 佛永无有法可说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对佛的经典 要用什么态度 佛既然是无有法可说 我们应该也无有法可问 所以经典 受持 老实 不要去想它的意思 你想它的意思 就胡思乱想 它没有意思 你怎么会想出意思出来 你想出那个意思 不适合的意思 所以你即使没有意思 你就入了佛的经典 没有意思的时候 见信 明信见信 反复之人 要来问你这个经是什么意思 你就偷偷是道跟它讲 讲着反复的意思 这就是无量意 所以你真正要是 能通达无意思的时候 如果一讲经就合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你说鬼话 无论什么根性的人 你接触 你都会讲得头头是道 大家要晓得 无意思的都才会出无量意 有一个意思 死的 再不能做第二个意思讲 你看看佛的经典 当然特别是金刚经 金刚经因为由过去 有无足人和尚六足能大师 他们两个提倡 他们两个提倡 于是金刚经变成了家乎于小 知名度最高 读诵的人最多 自古以来给金刚经做读诀的人最多 现在这个大赞经续藏里面 收的金刚经读诀 一百多种 那么过去看到这个记载上讲的时候 自古以来 这五个多种 金刚经有五百家的读诀 如果它是一个意思 一本读诀就好了 会必要这么多 五两意 那还有一个意思 学经要大开圆节 大开圆节 要从哪里做呢 从无意义上下手 特别是般若经上说的 般若无知 经要天天读 读到无知 新经上讲的无知有得 就成功了 知没有了 得也没有了 心经讲的简单 无知也无得了 就出了一个题目 无知也无得了 文章是什么呢 文章就是金刚般若波罗秘诀 你们想想看 这个金刚经我们快讲完了 整个内容 到最后归结的 不就是无知有得吗 到无知无得的时候 你就明心见心了 无知无得是彻底放下了 无知把所知张放下了 无得把烦恼张放下了 二张通通放下了 你就明心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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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得是患了 不是真的 知患即利 离就是无知无得 力患即觉 你就明心见心了 你就见心成佛了 然后你才想的 自自俱俱里头 本来居足无量意 无量意是从其用上讲的 其作用上讲的 无量意 不起作用的时候 什么意思要没有 可作种种结 这是佛的因 愿因 又说 愿人说法无法不愿 愿人是愿顿根性的人 怎么样才是愿顿根性的人呢 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愿了 也有分别执着 愿觉就出来了 就不愿了 我们是不是一个语言教的根性 不必问别人 自己可以寻查一下 就知道 如果我们对人 对私 对我 还有计较 有分别 有执着 就不愿 那么 那么 利一切分别执着 就愿了 愿人 因为心情 利一切 广想分别执着 所以 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讲 没有成见 那就愿了 我们为什么不愿 有成见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一段事情 自古一来 事法佛法都讲得很多 童年的时候 小学生 刚刚开始接受教育 在中国古代 对于这一段事情 非常重视 不像现代 父母为自己儿女 寻这老师 这个老师 影响他这个小孩一生 所以 非常慎重 去宣传 启蒙的老师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德行 私 是私犯 模范 就是做人的模范 这个叫私道 做人的样子 要选一个好的榜样 让这个小孩 接触他 这就俗话说 不知不觉当中 受他的熏陶 影响 心如为主 小朋友一接触这个老师 就是个好样子 影响他一生 等到他长大了 他亲近别的老师 那个没有关系 他好的榜样 已经养成了 已经养成个好习惯了 再去亲近外面人 影响就不大 最重要的影响 就是第一个老师 因为他年纪最小 六七岁的时候 上学 这个影响力最大 会影响他 一岁 但是现在 有几个人 懂得这个道理 有几个人 晓得这段事情 换一句话说 今天有几个人 真正爱护自己的儿女 如果你要真正爱护 你的儿女 你家里头 不可以买电视 那个电视是坏样子 两三岁就在电视机 每天天看 学了脑筋 坏主意 不晓得有多少 这从前说了 十几岁的人 都没有这些想法 没有这种念头 现在两三岁就不得了了 差言观色 就能看人家的面孔说话 都说假话了 你说这个怎么得了 你说今天 今天这个世界 魔王主宰 今天世界是魔王主宰 魔王在哪里 在你家里 你家的电视机 就是魔王 害得你一家人 身心不安 你还挺喜欢她的 那有什么法子 欲盈人 欲盈灯更新的人 非常可贵 也就是 心地清净污染 没有分别技巧 这个是欲盈灯更新 他修学大臣 很容易 如果是 样样都分别 样样都计较 样样都执着的 学小乘法好 方便 小乘法叫你知诸 大乘法叫你开放 这个是大小乘 教学 宗旨义区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又说 邪人与正法 正法一成邪 这是真的 这个我们在现前 这个社会上 见到太多太多了 就是所谓 变了职的佛法 佛法是正法 世间确实有一类的人 认为什么呢 佛法的利益 磕图 佛教徒很老实 可以欺骗他们 于是挂了佛教的招牌 欺骗信徒 唯非作代 毁灭佛法 太多太多了 中国外国 处处都能见到 这个事情很麻烦 我们周边的人 有没有呢 就可能有 为什么会有呢 明立的诱惑力量 太大 这个我们也能够谅解 他哪有那么大的智慧 那么大的定力 能够抗拒 明文立扬 五于六成的诱惑 不可能 要避免众生造罪业 只有我们自己小心谨慎 比如我们想做一件好事 印经不是是好事 有人听到了 到处去花园 我们印什么经 去花园 大家欢欢喜喜拿钱 拿了一万块钱来 印一千块钱 他印了 是印出去了 谁也不会去查他的账 造尊业 现在这个事情很普遍 在台湾 印金的印刷厂都知道 我们也找这些印刷厂印经书 我们后面版权页上印一万本 那就是一万本 印一千本就是一千本 印刷厂老板曾经给我讲过 说法师你们很老实 你们都照这个数字印了 我说难道黑布老师多好多 他告诉我 我才晓得 我才知道 还有这么一段事情 印刷厂老板告诉我 实际上他只印了一千本 但是他的版权页要叫他印一万本 那么他作弊着老板庆祝 他坚守着 这个造罪业 再举出一桩小丝 类似这样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建个道场 建道场画园呢 有些信徒帮忙画园 画来说他要分一半去 这个我在台湾也听说 这个寺院的信徒 派他去画园 画了之后怎么样分发 所以他才热心 他要无力阔徒 他才不干了 那么这个呢 都是造罪业 就是邪人与正法了 正法一尘邪 古时候讲这句不好讲啊 不好懂啊 现在很好讲啊 很好懂啊 就他摆在他面前呢 很好懂啊 可是 夜阴果报 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了凡事讯 这个自从民国初年 印光大使提倡 我们跟进 流通量很大 总希望诸位多多地看看 你能够相信英国报应 你能够相信命运 你就不会造业 一银一诸 莫非前定 你说你能赚到钱 那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你如果真的能赚到钱 释迦牟尼佛也拜你做老师了 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 前从来的 你过去重点 不失才不失的因 你不失的都 你这一生得到的都 因缘果报吧 你前身重点 才不失的因少 你这一生得的就少 就像刚才说的 把做佛菩萨的这个旗号 欺骗众生赚得来的 都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古人所谓的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他今天就是做强盗 抢来的 偷来的都是他命里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他要不偷不强 他也得到 可能得到就是慢一点 过几年才得到 他不过了 心把它拿到 拿到造罪业 还是命里所有的 命里没有的 你就抢抢看 你抢不到 你也偷不到 命里没有吧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 了解因果 我晓得钱不是人赚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参透了 你的心就定了 你就不会积极地去争民夺利 就干这个啥事情 命里有的决定有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也求到 何必去干啥事 何必去犯罚 何必去造卧业 真正明白了 确定明白了 不会造卧业了 绝对不干啥事 真正想得 急功累得 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大臣经中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药土 以开振之间为根本 这两句话 不仅是大臣佛法 凡是佛法 可以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学佛最重要的善知识 我们讲的好老师 你遇到好老师 你不会走冤枉路 一般学佛的人 学多少年 学几十年 没有成就 没有受用 什么原因 没有好老师 这个关键在此 如果真正遇到好老师 我常常劝勉大家 学佛的成就 学佛的功德利益在哪里 就在你面孔上 你学佛 学得一年比一年年轻 学得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这花报一定得到的 这么一点一点小的好处都得不到 你还学什么佛 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那佛在经上 这讲了很多很多遍 一切华从心享生 这佛常说的 花言经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意思 是一样的 相 是幻象 幻象 怎么变现出来的 始变 这是什么呢 心想 你心底清净 你的容貌就清净 你的身体就清净 身心清净 它怎么会生病呢 凡是生病 都是你的心不清净 污染了 身不清净的 这才会生病啊 身心清净的人 不会生病 不容易衰老 这个是学佛 马上就得到的效应 最看你是真修 你还是假修 假修 当然你得不到 你还是有烦恼 还是有忧虑 还是有牵挂 那都是衰老疾病的根源 你又不想衰老 又不想生病 可是你偏偏又要去制造 你不是自责自受 世间人没有接触佛法 不懂这个道理 那情有可原 我们学了佛的 明白这个道理 叫知患即利 妄想 妄想分别持着 忧虑牵挂 舍患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能把这个离开 你的身心就健康了 初步的礼仪 你就得到了 所以好老师非常重要 好老师 好在哪里呢 他帮助我们开正直戒 这就是好老师 如果不是帮助我们开正直戒 那就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了 真正善知识 一定帮助我们开正直戒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三规一语里面讲的 决正经 这个老师帮助我们的是 提升我们决正经 这是善知识 如果这个老师 不是教我们决正经 还加深我们迷邪然 那就太可怕 我们已经迷邪然很深了 再要加深还得了吗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辨别善知识的真假 你用这个方法来辨别 就很清楚 你就不会上当 那年经上所说的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邪识说法如恒火煞 邪正怎么辨别 很简单很容易 正法是让我们去向决正经 邪法是教给我们走向迷邪然 这个阵邪正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请看经文 下面这一段 《简单话》 越我将经教务打招呼之客 这个意思 宦益 越说 越深 前面的一段是从《沉戒》 在第170段 越沉戒名利一度 这是第二段的 越我戒名利一度 这个经义 越说越深 越说越透彻 请看经文 说佛体 若人也 这是假设 假设有一个人这样说 佛说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假设有个人这么说 虚佛体 予以允和 世人结果 诉说以后 这个人 对于世人的说法 是不是真爹明了 真爹懂得了 我们这个《开经记》的时候 第一句就是 愿截如来真实义 它是不是截如来的真实义 下面是 虚佛体的大夫 世尊 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以 这个人 不懂得如来所说以 这是 世尊教给我们 理的这个念头 不能有 叫你理相 理极 你还有这个 理的念头 你还是有妄想 还是有之处 理也要理 那才真的干净 真的清净 经文的意思很深 必须连到后面几段 才渐渐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一段的著迹 此皆今已极深 当之开经一来 旅言我认思想不可有啊 空凡凡夫 应佛如是凡夫身处 随之为摩尽的 真实实由 此尽横根于心 真实摩尽 其非凡家其福也 这个意思把这极深 为我们显示出来 确实是神 宗门里都常讲 灵力汉 这世间有几个是灵力汉 若非上上干人 总免不了 听了佛法 把意思听错了 听错了的人 很多很多啊 世尊说法 世尊说法 当时余会的大众 还把佛经的意思错毁了 后来的祖师大德们说法 听众当中没有把意思错毁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吧 我们现前 这个讲堂里面 把意思听错了 经文错毁了 那又胡足为乖 那又胡足为乖 那我们听到了 觉得这是正常 错毁意思 必定有啊 这一点我们总是尽力的来防范 所以 尽字字句句 为什么要反复地来说 就是怕人们错毁意思 因此 因此 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 无不要求我们对于今要圆解 圆解就不会把意思错毁了 凡是错毁意思 都是至今不远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例子 金刚经自从开讲以来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世尊屡次地说到 母相 人相 众生相 寿者相 母见 人见 众生见 寿者见 寿者见 教我们要离死相 说的次数多了 怕我们听的人 执着真的有思相 如果要有这么一个念头 真的有思相 那就变成我见了 经文到这个地方啊 才跟我们说出来 那来的思相 所有一切法相 世间法 初世间法 佛法也在其中 所有一切法相 都是因缘所生的 缘起信口 缘身之法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你怎么能把这相当真 到此地才将透彻了 此相 四相为什么不能执着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 所以叫你不执着 根本没有 如果你以为有 我要离开他 我要不执着他 你已经不解如来所说意了 那个修行就修得很苦啊 我要离 离又离不掉 又拼命要离 你说多苦 这种苦啊 这种苦啊 就像在梦中足怪一样啊 不知道这是空的啊 知道是空的啊 那研究竟说 知患即离 什么是离啊 知就是离 知患给即离 不是两种事情 一知就离了 知道之后 我还在离 那你根本就不知了 你小的是患 还有个离不离的 当下就丢掉了吧 就没有了 问题就解决了吧 那么确确确实实 听经啊 有这么多人啊 有这种误会 所以在此点 不能不讲清楚啊 不能不讲明白啊 如果错毁了 那就又加一层的迷惑 又加一层的妄想 其非凡家其妇也 这个是烦恼的代名词啊 此今于一切法 旅舍既非是你 既非是你 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 也讲的很多了 这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 我们要懂得这四个字的深意 一名向有信空之一 说即非是说信空 说世明是讲向有 但是向有我们又执着有 说信空我们又执着个空 你说这个东西糟糕不糟糕 其实呢 空有都没有 你才真的明白了 你才真的懂得 即非是你的意思 如果我即非信空 也不能说讲错 也不能说讲错 世明讲向有 也不可以说错 其实有没有震动呢 没有震动 所以啊 你天天念经干经 天天读经干经 你不会开支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介物当中 依旧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出在哪里呢 空有两边都这种 是 与金刚经的宗旨 作法一如不相应 一如里头没有空有才一如啊 有了空有 有了对立的那来的一如 这是前面一大段经文呢 破除我们相对的这个观念 只要有相对就不是一如啊 你还是落在思想思见里头 所以佛讲这些话的意思 真的理解了 义在令人观到本空 顿得显脱 这是如来的真实意 可见得如来的真实意 并不是说在这些法相上 是叫你 知欢敬礼 这个是如来的真实意 所有一切大臣了意经典 都是这个宗旨 那么我们尽宗 于这个宗旨符不符合呢 符合 今天大家念佛 功夫 功夫为什么不得利 你不了解这个宗旨 你违背了佛说法的义去 所以你念佛 修净土得不得利 如何能够符合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呢 还时置欢敬礼 还时置欢敬礼 告诉你 身心实戒 六到十戒 都是假的 都是当体皆空 不得不得 那么我们念佛人 身心实戒放下 一句阿弥陀佛 专求净土 那就得到了 放下身心实戒 这是无助啊 应无所助啊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而生其心 怎么不是金刚经的教义呢 放下身心实戒 不足有啊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不足空 空有两边不足啊 这是金刚般若 这是真实智慧 所以 一再令人 观照本空 顿得先退 你马上就自在了 放下就自在了 这个事情要靠自己 所以说 佛菩萨帮不上忙啊 所谓的是 天佛菩萨帮不上忙啊 我无事皆的烦恼 是你自己造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打往下 你分别 你执着 你忧虑 你签法都是你自己造的 没有一个人给你的 没有一个人给你的 聪明人 上根之人 一听说是假的 事情马上就解决了 为什么呢 不再忧虑了 不再牵挂了 不再打往下 假的 真的懂得了 真的懂得了 明白了 所以当下得下注 历根者 自能闻一致实 佛门常讲 一闻情无果 大这个大我 物之我见的 一副相有星空 完事这一道事情 相有有即是空 星空空即是有 空有不二 空有一如 才是诸法如意 我们今天 这也是个关口 过不去 信空相有 我们把它分成两段事情 不晓得 信空跟相有 是一桩事情 我们错在这里 所以说相有 就是相有 说星空就是相有 心经上 大家天天念 念的有什么用处 提不起观照功夫 每一天念的 你看不起作用 你说多无可惜啊 心经上 心经上简单明了 四即是空 空即是死 四不亦空 不亦就是没两样 空不亦死 换一回 四就是空 空就是死 是一不少 我们的妄想分别 不再只住 马上就起跌 这就是叫做 关照本口 玄壮大死 当年到印度 那个时候 是走路去了 当中要通过八百里的大锅笔沙漠 信仰在沙漠里面 能通过这条沙漠还能够活着回来的 没几个人 是个人去 难得有一个人去 他能够度过重重的邪难 不然基督的记载 他就受持心境观空 所以一切灾难他能够活着 那么在这个行难当中不能通过的执著移 那么由此可止 观照本空 立功德 观众不可思 今月佛说母见的 这个等就是人见 正身见 所以说这些 假设有一个人这么样的执著 说佛说佛说佛 说这四个字 既偏执 其偏执也有名 未能通达 我人等等之计 也未奔空 故约不解如来所说 那么他听佛这个说法 信佛说空 他就执著空 信佛说余 他就执著余 信佛说余 他就执著余 佛说法没有一定 这个就必须要做 佛为什么一会说空 一会说余 呢 佛对那个人 对那个说法的人 那个人的执著余 今天张三来请教佛 佛一看他 他执著余 佛就跟他讲空 破他的执著余 过年天又来那个人 请教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执著空 佛讲语 破他执著空 佛所说的一切法 破众生的执著而已 所以你一读经 你要想想 这个经事对什么人讲的 后世有一些人 不懂得佛说法的义去 还误会 还误会 释迦牟尼佛说法 不一定的 一会讲空 一会讲有 自相矛盾 这个误会 这个误会就更深了 不解如来所说异 佛哪有法好说的 或是看你害得什么病 这个药下去了 病就好了 病好了 要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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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化伤应识 后患非法 你这才真正道德 所以佛的一切经都有对象 对什么人说的 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 这些经都不是对我说的 我们所看的 都是佛对这个人说 对那个人说的 都不是对我说的 换一句话说 就很不容易治我的病 不对症 可是佛也非常慈悲 灭度之后 后世众生 也是无量无边 佛也不舍弃他 要舍弃他了 违背了慈悲的本愿 我们常讲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那释迦牟尼佛怎么能把我们舍弃 那于他这句话 不是相互对的 他真的没有舍弃我们 所以交给我们念佛法 在《大集经》里面 普遍的告诉他 佛的法运有三个世纪 正法 相法 末法 他老人家说 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一迟戒律就能够正弃 相法时期禅定成就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 是相法时期 这个禅宗非常天生 末法时期禅途成就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 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念佛求生禁途 已经过过都成就了 有一个方法 教给我们末世众生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不听话 还要去找释迦牟尼佛 替从前人治病的老药 老药药找到了又不对症 用这个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的 反而发病假中的 这个厨房不是这样用的 你偏偏要用它 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过世 是你自己的过世 释迦牟尼佛留了一个厨房给你 你偏偏不用 你去找他治别人病的老药药 那你也是吃死了 一生不服自身 我们世间人有病用药的 很小心谨慎的佛经是药 这个佛华要使不气急 断众生的化身毁灭 但是那都不是佛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选错的 这个要想 这个佛的经典 我那个时候还在初学的时候 在李老师的会下 好像还没有出家 在同学们在一起聊天讨论佛法 我曾经说过一句 我说佛法会害人 会害死人 我那些同学听了不服气 就到老师那里搞个 他一说着老师 老师点头 没错 所以就问老师 为什么 发不气急 不气急会害人 会断人 发生 会灭 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非常深重 也就是说要选择设合自己更新的法门 学不学才得理解 不会选择呢 那就选择净土中 因为净土中是释迦王力佛 就对我们来处方 就是教导了 这是决定不错 末法时期选择 古德由秦司劫腹腿 思悦谁亦妇如啊 词解经文正名思义 那么这是宗门的功能 禅宗里面的典故 真有这个事情 这不是假的 一个忧虑烦恼千花重重 苦闷得不得了 叫赵法师 清法师把他那个心里的结解开 过去有个什么电影片 我们在外面看的广告上 心如清清积 找法师解解 法师也很高明 有没有 你你你你你把解来 我听不清楚 六足跟慧口安心 就用的这个画法 古大地遇到这个人 就反问他 父好像绳索捆绑一样 不自在 反问他 谁父母 哪一个捆绑着你 这些画 这些画 都是敌人写的 叫他回光返照 果然回光返照 没有人欺负过 你说你今天有苦 你有难 谁给你苦受 没有人 没有人 某一个人给我弃受 那个人为什么不给他弃受 单单给你弃受 实实在在讲 人家给弃 你一欢欢喜喜 接受过来 你要受吗 那有什么办法 问题还处在你自己 比如有一个人骂你 他骂别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他骂你 你为什么会生气 骂别人 我没有受 骂我 我就接受过来了 你要不受 不就没事吗 你怎么能怪人家呢 你明白这个道理 外面境界 一切人事 都没有干扰我们 都没有欺负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愚痴 他不给我我也要 我拉回来啊 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个麻烦就大了 譬如我刚才讲的这个电视 电视成魔王 你受他的害 如果我们是不受他的害呢 电视是菩萨的 可以呀 天天看电视修行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华言经》看电视 《华言经》那个时代 电视没有发明 虽然没有发明 有类似 戏剧功 这个里面修行 会开悟 会正功 他为什么会开悟 会正功呢 因为他看那个像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从那个假象啊 在一回光返照 整个宇宙人生 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他开悟 所以啊 会的人们 唱歌跳舞看戏 都成了佛了 不会的 堕落下去了 因为会的人太少 所以这佛菩萨就少了 不会的人太多了 妖魔鬼怪就太多了 外面境界没有好坏 没有佛魔 佛有魔在我们自己心里 一念你 境界都是魔境 什么境界都是魔境 讲经说法都是魔境 一念觉 唱歌跳舞 都是佛境界 所以外头啊 无佛也无魔 佛跟魔就是我们一念觉迷 一念觉 佛境界 一念迷 魔境界 你怎么能怪别人 你怎么能怪别人 世间人 遇到不满意的 不如意的事情 怨天诱人 那个故事最大 那是真的错了啊 那么这一节经文 这是纸禅宗啊 这些公案典故说明 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心提空极本无有福 现实空极 像是了不可得可见的 信像都没有欺负我 换句话说 信像都没有带给我们烦恼 都没有带给我们忧虑牵挂 没有啊 烦恼忧虑牵挂 是你自己找的啊 怎么找的呢 这就讲了 所以 听今文法 最好啊 最好啊 是要听全国 是要细心去体会 最怕的是 断章群 听一句 听一段 执着这一句 执着这一段 那就坏了 不想想 佛法是破执着点 破执着 你在里面再执着 岂不是大错 他错了 因为众生 种种执着不透 佛这个经典 有种种破执着的方法 也不透 语言正更新的来 聪明 他明白佛第一次 他可以听 他一样一样 于是 他结义 就这样 谁一边 执着一边 都会把佛的意思 误会 都会把佛的意思 促解 这样 带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困扑 真正是 做极严自作 没有用 那么这是 但是这一段 是把这个 这个问答了 把这个 大前提 说出来 惊讶的意思 是在底下这个 才真正把这段事情 为我们说清楚 说透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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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